新北市政府的少年辅导委员会 也有高关怀的青年通报中心 这些都是跨局处成立的辅籍的单位 但是虽然说有这一些辅导委员会 少府会也有高关怀的青年通报 但是藉由这一次的校园叠写案 我们看到的是显然这几个单位 失去了他应该要有的功能 他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 及时发挥他的功用 包括掌握潜在对象 还有筛选通报 甚至是辅导的成效 我们都极度的怀疑他的成效在哪里 再一次的呼吁侯委市长 回来新北市政府作战新北市 召开检讨会议来安定家长的心 这是你身为新北市市长最该做 而且即刻马上要做的事情 新北市府在第一时间 也是教育局 民政局 学校 全力的来协助这个事情 也包含了现场目睹 这位受害者 学生 他的同学们 募集了所有的同学 来做相关的心理辅导 有心理师 有社工 甚至还有我们的警政系统 全部动起来 但是呢 身为一个地方政府 当我们在第一线看到教师 因为教育部的辅导 及管理办法 这个样子 看到少年法被修成这个样子 甚至还有人在谈教师法 被民进党中央弄成这个样子 所以请问我们第一线的教师 家长 以及地方政府 难道我们能逾越教育部的法规 去执法吗 我们在第一线到底要怎么教小孩